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 主持人来下凡 叫他两个妈上来 晓鸥哥 你怎么了 我好冷 你是冷 我以为 现在进到冬天我觉得好冷 而且我最怕冷了 我觉得不会冷 你没有看到 而且我全身都怕冷 我上半身也怕冷 然后下半身更怕冷 下半身更怕冷 对 超怕冷 你真的很不健康 你没有看到我吗 又是短就要偷气 我一点都不觉得冷 而且我都觉得有一点冒汗 对 我知道 因为猪冬天也不会加衣服 不过分 好好说话 因为我问一下你可能是太壮 你体脂肪比较高 所以你不会怕冷 对不对 我好怕冷 我跟你讲 今天请了一个人 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真的吗 对 但是这个人 我跟你很奇怪 自从我拜他为师之后 他就没有跟我同场了 我怀疑他可能是一直在退通告 我跟你讲好不容易 把他请来 把他骗来 对 把他骗来 师傅 吴师傅 欢迎来 欢迎吴比丞 吴师傅 好久没有来了 好久没有来 这在忙什么 签书会 没有 先是会过的 是 入秋了嘛 就是入冬了嘛 开始了嘛 开始就是锅屋要开始出来的 哦 入秋今天特别的料理 就是可以让我们不要再心寒 今天就是 秋冬暖在心里的一道菜 都是用姜的 是 是 是 但是呢 我们每道料理都有它的含义在 对 我们会做 会吃 还要有人来告诉我们 营养价值在哪边 对 对 这个时候就是 徐琼玥 还有我们小生 徐琼玥 好 大家好 你冬天会怕冷吗 琼玥 我还蛮怕冷的 真的假的 是全身都怕冷吗 对 从头到脚 有 所以说这很重要 对 冬天是什么会比较暖心 会让我们整个人 从心窝里面暖起来 其实讲到冬天 其实就一定会联想到一个东西 是 叫做姜 对 姜 姜 我是知道说很多的女性朋友 很多女性朋友在每个月 比较特殊的日子里面 都要喝点姜 或吃些黑糖的东西 对 你现在还会经痛吗 很多人 你 你是什么 你想按是什么 做姜料理都一样 先让它慢慢的把姜的水分煸干 是 姜的香气就会越滑 对 所以不要一直 对 就不用一直拌它 一直拌它 我太太在家做菜的时候 也是一直要 好像这样才是很贤惠一样 就是不见得嘛 对不对 为了爱都好吃 好吗 为了爱都好吃 对 但我跟你讲 其实我算是运气不错 就是我进来我比较 不是 我是进来我不会痛 但我很多女生朋友说 只要惊动都喝姜 就真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为什么 因为其实蛮多女生 她因为会 我们那个MC来会不舒服 是因为我们的一个 有那个血 就是没有办法完全地排出去 就是我们的循环不好 所以如果这时候是 适当地补充一些姜茶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刺激循环的 所以这时候就是 摄取一些姜茶是有用的 但是有一部分的女生 这不适合所有的女生 是 像 因为有些女生 她可能比较容易 就是骨盆腔发炎 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发炎状况 比如说她每次MC来 可能就比较容易喉咙痛 对我 这一类的就比较不适合 补充姜茶 真的 所以我 所以说冬间到了 真的不能乱补 其实补呢是要有这个 要有配复 要有方式 那冬天来了 不管是女性朋友 还是男性朋友 不管你每个月会不会惊痛 一定要收看这一集 因为这是一集暖冬料理 冬天好冷喔 今天请你吃不来暖暖我们大家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呢 今天来带来给大家做一道 黑糖浆烧肉 这道菜其实传说很久 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 你怎么 你刚才怎么了 你又好兴奋 我讲的 一下女孩子 黑糖浆烧 听过但是没吃过 其实就是入冬开始 其实很多孟妈 可能在家里会进补 是 那你有发现到 你可能在小朋友的成长过程 或者是女孩子 你会觉得说可能 进补的东西太燥热 是 所以其实我建议大家 你可以把这道菜把它入菜 好 那今天就麻烦您了 谢谢 直接用姜来入菜 那我们用的是中姜 中姜 中姜其实在这个季节 你要入菜 它的香气会比较好 不要问这没有水准的问题 什么叫中姜 为什么要用中姜呢 这老姜会怕它太辛辣 是不是 老姜其实它会比较辣一点 是 那在这边前 吴师傅也大致上帮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有听过嫩姜 对 中姜 老姜 它的差别只是在口味上面吗 还是有腥味 口味上还有一个辣味 是 那其实嫩姜比较适合就是煮姜汤 姜丝汤 你就可以用这个嫩姜来煮 那你如果今天要入菜炒菜 包括像客家菜的姜丝大肠 是 其实你用中姜的香气它会比较煮 中姜超呆穷啊 姜丝炒大肠 对 那不要建议大家就是你把外皮的部分的 泥巴把它洗来进去 这是我的问题 因为其实泥巴要洗干净很麻烦 所以很多人 我的意思是我 我就直接把它皮削光 到底是主要带皮 还是不带皮会比较好 其实带皮会比较好 带皮比较好 对 你有发现你把那个 姜的外皮把它全部削光之后 你这个炒出来的姜它没有香气 对不对 它没有那个辣度在 可是一般我看到很多家庭主妇 都是要把皮给泡掉 对 他就觉得它就好像地瓜一样 不是种在土里面的 是 那拔起来怎么刷 都是有一个土的那种感觉 脏脏的 其实把清洗干净就OK了 对 你洗完之后 你就放在你家里的那个料理桌上面 尽量让它就是自然的烘干 其实有很多的蔬菜 水果 它去不去皮 其实学物很大 在这边请教一下营养师 去皮跟不去皮 它营养价值一样吗 当然有差 对 因为其实我们吃姜 其实最想要是它的姜辣素 是 对 因为姜辣素 它可以就是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个血液循环 那其实越接近皮的地方 它姜辣素含量越多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就是把它洗干净的话 然后把它入菜 其实我们可以吃到更多的姜辣素 所以这就是我们破除的第一个迷思 其实不见得每个蔬菜水果都要去皮 像姜 它不去皮 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点 而且我想问 很多人是大部分姜都是要先煮过 那姜的营养价值是煮过会比较好吗 其实我们刚讲说姜含有非常多的姜辣素 那这姜辣素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血液循环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 然后再来它如果因为加热之后 它会产生更多的姜细分 那这个姜细分呢 是一种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刺激血液循环的一个营养素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如果你把它加热之后 其实它这个姜细分它释放出来会更多 而且熟的比生的可能大概高了30倍左右 30倍喔 这么多喔 对 那有 我今天不讲不知道 原来其实煮过的姜其实一样是很好的嘛 现在我们是要切葱段 葱段其实在这道菜是配色的 那包括你也可以在这 配色的意思是说 其实它没有什么功用只是好看而已 第一个它有绿色的那种视觉上 你也可以把葱的部分少量 变成换成一些变成青菜 后面把它拌进去 那今天五花肉的部分 我教大家一个方式就是 通常这道菜你可以在锅子里面去卤去烧 那其实它呈现的效果就是 好像在煮控码一样 是 另外一个如果说像我们就是 有在上班的 上班族的妈妈们 其实你可以先把猪肉部分 先把它蒸熟 是 蒸熟之后它的甜分会锁在里面 我们在上菜场挑五花肉的时候 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吃饱 五花肉其实 因为五花肉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吃 但是很多人现在不太敢吃 他觉得热量太高 很肥 那它有没有什么一些 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地方 其实你在挑肉的部分 尤其是五花肉 你有发现到它 你看这块的油就比较多了 是 对不对 这块它的平均就会比较好 所以的五花就是 其实它有一层一层的 大约有五层左右 所以这个皮肉 皮油肉 皮油肉 尽量就让它分明 它整个口感就会比较好 所以这挑五花肉还是有它的诀窍在这里 对 其实刚刚提到姜 其实我要讲我一个朋友 他最近为秃头所困扰 就是他找了一个偏方 他一直拿那个姜去抹他的头皮 这样有用吗 但是头发没有长出来 那他整个头皮过敏 然后去看皮肤看 医生 怎么办 许医师你有听过说真的有人用姜去 那个毛发会长出来吗 我还听过蛮多人这样是 但是大概有八成以上都是会发炎的 会发炎嘛 对不对 其实不一定会长出头发来 对 他一定说抹这边会长胡子 对 也没有 其实也没有 而且我国中时我就有国中同学 为了让他自己看起来更Man 拼命他爸爸是厨师还好 应该不是吴炳城的小孩 拼命拿那个生姜 一直去抹他的这个整个上唇 知道吗 就隔天也是去看皮肤科 还去保健室 因为整个都发炎 好像太辣太过敏的关系 对 因为其实蛮多人都会觉得 他就是比较刺激 所以他可以刺激我们的毛囊生长 是 但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因为反而虽然说 这些姜呢 它是有一些杀菌的效果 但是不代表它可以刺激我们的毛囊 然后让它可以长出一些毛发出来 来 现在我们要起油锅了 好 来 里面部分呢 我现在大概就用香油 是 香油 对 那香油部分呢 第一个我们在煸姜的过程 它的香气会比较中和一点 我们常常看到 其实香油跟姜都会合在一起 对 这是因为他们两个可以互补的关系 因为芝麻油的关系 芝麻油 那芝麻油本身来讲 它比较属于这样养生一点 是 那它的浓度再高一点就是 就是接近黑麻油 是 所以一般我们在 亚洲人在做料理的过程 比较会用这个香油去做 是 对 因为我看到我岳母在做菜的时候 它的姜跟香油 都是放在一起的 对 而且那个爆香的味道特别的满意 香 那姜的部分你在料理其实也很简单 把它铺平完之后你就不要挤 包括你在家里炒这个麻油鸡 或者做姜料理都一样 先让它慢慢地把姜的水分煸干 是 姜的香气就会越浓 越浓 对 所以不要一直拌它 对 就不用一直拌它 这就我的错误 我每次都一直拌 没有 其实不光是你 其实我太太在家做菜的时候 也是一直要 她就一直觉得一定要炒 对 其实很奇怪就是 他们当火打开之后 食材放了之后 它锅材拿了就是要一直拌 对 好奇怪 好像这样子还是很贤惠一样 其实不见得嘛 对不对 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大 没有 你再说 没有 我回去是我自己的事情 好 那就好了 就很多家庭主妇一定要大火快炒 才表示自己做得很好 其实不见得有时候 以静置动会比较好一点 对 我想请教一个题外话 少夫人在家里面会做菜吗 还是完全都吃你的喝你的 很少做 很少做 因为做得不好是吗 没有 她会有压力在 为什么 因为她觉得说 因为我是厨师 她做的时候我会有压力在 那这样会让你们婚姻失和吗 不会 她就不要做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容忍她这样 可以 就吃外面就好 她做菜真的很难吃吗 不会难吃 你不要 你想干嘛 你想要转移吗 你刚刚都说话 想要让人家 自己的太太做菜不好吃 心想问一下别人的太太做菜 是不是也一样难吃 为了爱都好吃 好 为了 好 你看看人家都在说话 不好意思 我转过 你 当名厨的太太应该压力很大 一定会 因为永远都生活在先生的阴影之下 怎么做都做不赢无比赢 没有 有时候就是她做完之后 如果我们在吃过的人会觉得说 你如果说加了什么东西 会更好吃 我劝你千万不要讲 这个会惹来血光之灾 对 完蛋了 千万不要 完蛋了 那你太太应该就接下去 吴秉承那你 不然你就很厉害了 对 你怎么知道 你以为你现在上节目吗 没有 她就有讲说不然你来做 我觉得你们要开始小心谈话中 我真的很怕录完这一集之后 你们回去就有很多问题 我们还是聊聊姜的好处 我们就再多绕两圈再回去就好 对… 把自己心情平静一下好不好 那其实也是一个婚姻的关系 就是腌姜 腌姜 会有价值吗 因为我们常常在日本料理 居酒屋 还有很多 譬如说姜片腌过去弄皮蛋 也很好吃 对 但是腌姜的营养价值跟生姜 会不一样 其实以腌姜来讲的话 如果像用什么东西下去腌 如果说你在腌的过程里头 你有低一点点的橄榄油 或是其他的香油 或是任何的油脂 其实我们姜里面原本的姜油 它就会释放出来 那个姜油 它是对我们人体 有非常好的一个抗氧化能力在的 所以如果说有加一点油 它是可以把姜油 释放更多出来 那另外一种会加一点醋 加醋 对 用醋下去腌这个姜 所以就会有点酸 那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消化的 所以如果有时候你去居酒屋 有一些炸物 所以你就可以配一些 就是腌制的这种姜 是 但是也不能吃太多 因为它必定是腌制的产品对不对 对 因为腌制就是 如果说它是纳太多的话 其实它对我们的一个山膏 是有风险的 但是如果你适量的吃一点点的话 它反而会帮助我们一些消化 是 对 凡事都要适量 现在五花肉已经下锅了 对 刚刚已经炒很香了 对 刚刚姜的部分呢 我就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是 姜的部分它有一点就是产生金黄色 然后再把五花肉放进来 是 那五花肉放进来一定要煎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要取本身 猪肉本身的猪油 有 所以等一下它 这个等于里面就会有两层的油 一个是香油 一个芝麻油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五花肉的一个 很香 对 你看它这个整个 你要把它变到这个香气再 真的不简单 所以真的你不用急 一直去拌炒它 就是不要 真的 你现在在影视我太太吗 没有 这个影视我 在讲我太太 所以你太太会看你的节目吗 你太太会看你的节目吗 它有时候会看 偶尔看一下 但是也不是很喜欢对不对 对 这蒜头 如果有一点就皮发霉 你就把它剥掉 里面其实就可以用 姜也是这样子的 千万不要 蒜头也不行 那尤其是姜 里头如果是有发霉的一个状态 其实它很容易 产生我们所谓的黄脏素 这反而会发生 就是引发我们产生肝癌 你不要挖陷阱了 真的是 黑糖 这是黑糖 要放进来 煎得差不多就可以 对 黑糖你要在里面稍微 跟油去把它煎一下 黑糖这几年很有名 好像每位女性朋友身上 都要随身带着黑糖 对 然后比如说特别的日子 或者冬天时 其实是可以让小腹很暖 你平常有在吃黑糖吗 有黑糖姜块 是 所以它有姜跟黑糖 已经弄了一块 所以有的时候 是煮还是直接干净 你要直接 直接泡热水 是 直接化开 那真的有用吗 来 我刚刚后加了一个东西 是 你们两边的过程 是 你多加什么 番茄酱 番茄酱喔 对 你要加一大匙的番茄酱 是 进来里面跟那个素蚝油 稍微炒一下 它的颜色就比较漂亮 那再来就是米酒 米酒 也放进来 这个真的是配薄 因为要让它加番茄酱 我没有注意到 胡椒粉 有时候因为你的料理过程 它的整体性可能会太过于 颜色太暗 是 所以其实蛮建议你加一点点的番茄酱 第一个可以提味 哇 放一点水 现在就进来煨 哇 好香喔 那五花肉 它的酥油也会点出来 对 更香 这时候你就把它盖住 对 把它盖住 焖烧一下 那等一下在煨的过程 猪皮的胶石就产生出来 是 那我们刚刚是没有勾芡 所以我用调味料 我就选择素蚝油 是 本身就有点芡汁 所以等一下它的颜色就很好看 是 那再就开始就是 加盖慢慢去煨住 对 那它快速入味 这时候不要动它就对了 注意一下水分就好 是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就有的时候他们说蒜头 如果有一点就皮发霉 你就把它剥掉 里面其实就可以用 姜也是这样子 千万不要 蒜头也不行 也不行 千万不行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千万不行 任何有发霉的都不行 那尤其是姜里头 如果是有发霉的一个状态 其实它很容易产生 我们所谓的 这反而会发生 就是引发我们产生肝癌 所以这个事情千万不要再做 发霉了就把它扔掉 因为身体健康是最重要 是 哇 做好了 你刚才试了味道了 没有 现在就把它 味道把它试一下 好 火打开 现在就开始收汁 你没办法 那个胶纸就一直出来 真的 姜本身它会辣辣的 是 所以其实蛮建议大量 你在这道菜里面 你就放了大量的这个黑糖进去 那本身糖的部分 会让你这个姜 你会有一个综合感 那你会觉得说 它吃起来 会不会像我们那种姜茶 像姜茶一样 其实不会 它整个整体性会不一样 好奇 非常期待 你有好期待 黑糖 番茄汁 还有蚝油 素蚝油 可以 试一下味道 太好了 试味道 不要一整块好不好 那我给你来 谢谢 很好吃 原来它番茄酱 会带一点酸甜度 那种跟蚝油 对 然后就在无形中 在这个肉池里面 帮你有一点解腻 对 好厉害喔 真的 我刚才放进去13秒以后 口水了 它是从蛇筋到蛇根 刚开始是甜 中段是酸 到后面第三秒的时候 我的蛇根 有僵得一点点辛辣 好厉害 现在还没有完成 味道就这么多的话 然后越收汁 它的咸汁就越越糟 是 现在才放中段 对 你会发现它整个就变亮 好 你看油就锅气香了 对 那油会在锅子里面跳动 这就是有的锅气香 所以真的不用急 你就在这边放它就可以了 好的 黑糖姜烧肉已经完成 完成 所以上面铺的是 香菜 点点香菜 增加味道 黑糖姜烧肉 让我们第一次大声讲一下 黑糖姜烧肉 其实我们不能接受 就是我们还没有试吃 制作人已经先试吃了 而且看一下它拿到那个碗盘 而且它是用饭勺跟整个 砂锅在吃 黑糖姜烧肉 现在我们大家来品尝一下 好 休东暖心料理 一口 这个不配一口白饭才太可惜了 这道很厉害 它的姜好像不会很辣 但是它的姜位置 整个爆在 跟那个肉结合得很好 而且最可怕的 我肉一进去 你知道我的口水 立刻喷出来 就是爆出那个 就是它很下 很 我觉得五花肉这样做 已经到极致了 我觉得这道菜 我觉得秋冬一定要去试试看 五花肉这么做 已经把它 发挥到101%的功能了 而且它做法不难 是 其实你看我们节目 你把它分开做 猪肉你就先把它蒸熟 蒸熟之后 你就后面把它编一编 加料加一加 所以先蒸熟 会比较省工省料一点 对 然后猪肉本身的油花 跟它的甜度 会锁在里面 是 刚刚炒得很快 可是它的肉就是 你什么时候再拿第二块的 我没有就是刚刚第一块 其实我们只在品尝而已 不是来这边吃饭好了 太好吃了 真的 琼玥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因为其实我本身不太敢吃姜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它好辣 我很怕那个辣的感觉 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吃起来 完全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有黑糖 就是把它中和掉了而已 所以我这样是敢吃的 而且还蛮好吃的 我觉得它是配菜 可能这样子 其实可能姜就放旁边不吃 但我觉得 它的质量化还是可以吃 因为其实它还有一些消炎的效果 是 比如说我们的口腔啊 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牙龈有点发炎的时候 纖微发炎 它是有一点灭菌的一个功能的 是 它可以下菌 而且其实如果说 平常 比如说你可能有 应该是说 如果有一些得到癌症 那你经过化疗或放疗之后 你想要预防它再复发 其实你平常就可以把姜 当作保养的一个食材在使用 是 对 因为它对抗癌其实还蛮好的 是 其实不要小看姜 它虽然是一个配菜 但是其实它的功能很大 那今天入秋入冬的 今天是最暖心的料理 黑糖姜烧肉 任何的细节 可以上我们明侦探女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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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节目相关更多的问题 可以到粉丝也询问咯 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继续吃我们的 黑糖姜烧肉 麻烦见过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有发言 然后吃点这个 这好好吃